约翰福音第34天 每日亲近神 这圣经仍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亲近祂得着亮观 约翰福音14章15-31节 离别的礼物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会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还有不多的时候 世人不再看见我 你们却看见我 因为我活着 你们也要活着 到那日 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们里面 有了我的命令 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犹大问耶稣说 主啊 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 不向世人显现呢 耶稣回答说 人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 不爱我的人 就不遵守我的道 你们所听见的道 不是我的 乃是拆我来之父的道 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 已将这些话 对你们说了 但宝慧师 就是父因我的名 所要拆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 指教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 想起我对你们 所说的一切话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 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 你们若爱我 因我到父那里去 就必喜乐 因为父是比我大的 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 我预先告诉你们 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 就可以信 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 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 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 但要叫世人知道 我爱父 并且父怎样吩咐我 我就怎样行 起来 我们走吧 在这段经文中 耶稣赐下了一个最大的应许 就是圣灵 耶稣对门徒说 我向父祈求 父神就会赐给你们一个安慰者 就是真理的圣灵 他永远不会离开你们 并要带领你们走在真理之中 是人不认识他 但你们却认识他 因为他现在住在你们中间 将来也要住在你们里面 并且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 因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 这段话描述了圣灵的能力 和圣灵的本质 当耶稣离开后 圣灵将代替耶稣的位置 不断引导门徒走向真理 最后耶稣提到一个离别的礼物 耶稣说 我要留给你们一份礼物 那就是心灵的平安 而且我所赐给你们的平安 是这个世界无法给予的 因此你们不必忧虑 也不要害怕 对门徒而言 平安正是门徒所需要的 因为如果事情真的照着 耶稣所讲的发展 那么门徒即将面对双重打击 第一是一个极大的黑暗即将来到 第二是当这个黑暗来到的时候 最可靠的耶稣不在身边 但耶稣应许的圣灵会来 当圣灵住进门徒的心中之后 门徒和神的关系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 门徒和神会更加的亲近 生活在世上 我们会遇见很多困难 也有很多不平安的事发生 因此大多数人的做法 就是用钱来买保障 因为很多人以为 只要拥有更多的财富 就可以买更坚固的房子 更安全的车子 有更完善的医疗资源 那活在世上就再也不用担心害怕 但我们却看见很多富有的人 他们心中依然没有平安 因为平安不是一个可以用钱买到的保障 平安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心灵状态 外面环境的平安 不一定能够带给我们平安 相反的 一个心里有平安的人 即使外面的环境再怎么不平安 他依然可享有平安 耶稣赐给我们圣灵这个宝贵的应许 现在他就住在我们里面 为我们的心灵带来平安 让我们可以拥有胜过环境的能力 当我们依靠圣灵的时候 即使外面的环境再怎么动荡 依然不能撼动我们里面的平安 主啊 感谢你留下了平安给我 使我在不安定的环境中 心里依然有平安 这是你同在的确据 感谢耶稣 导读神的话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至十七节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贵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是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阿们 主耶稣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说你去是为了使我们的心 有一位宝贵师 因为你要求父 另次一位宝贵师给我们 就是圣灵 真理的圣灵 永远与我们同在 阿们 主啊 谢谢你 谢谢你吃下圣灵宝贵师 永远与我们同在 也要在我们里面 谢谢圣灵的同在 引导我们每天的生活 引导我们遵行主的道 阿们 主啊 当你离世升天的时候 你不撇下我们为孤儿 你说你要求父 叫他为我们预备一位宝贵师 就是圣灵要住在我们的里面 阿们 主谢谢你吃宝贵师 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得以成为父神的儿女 知道你天天 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 叫我们得享在你的同在 与喜乐当中 阿们 主啊 是的 我们要享受你同在的喜乐 谢谢主赐下真理的圣灵 与我们同在 主啊 帮助我能常常留意圣灵 为生的提醒 在每天所行的事上 顺服你的带领 阿们 主啊 我们感谢你 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可是世人却不能接受他 也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主啊 我们却认识圣灵 这都是你的恩典 阿们 主 是的 主 我们能够认识这真理的灵 都是你的恩典 帮助我们全人全心 就是单单的要来顺服你 顺服圣灵 为小声音的提醒 帮助我们真实享受 在你同在当中 并且能够单要来认识你 阿们 主啊 是的 我们要享受在你的同在当中 但要认识你 主啊 我愿更深认识圣灵 更深进到你的心意里 愿你每日提醒我的耳朵 赐我受教者的舌头 顺服你的引导 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 阿们 主啊 主啊 谢谢你 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 教导我们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是我们最好的贴身家教 我们感谢你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们 耶和华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